美国教育部一名高级官员今天辞职 理由是不满总统拜登对加萨走廊冲突的处理方式 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死亡人数持续增加 这是又一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内部意义 美国教育部的规划评估和政策发展办公室特别助理哈巴西 在致函教育部长卡多纳的信中表示 无辜的巴勒斯坦人生命遭到暴行对待 重要人权专家已经称这是以色列政府推动的种族灭绝 政府却视而不见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哈巴西是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也是学生债问题专家 他在拜登上任初期既已被延览为美国教育部学生贷款议题专家之一 2023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的保罗 也为了抗议他所谓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盲目支持而递出辞呈 11月美国国务院想象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则有1000多名官员发表联署公开信 督促拜登政府要求立即停火